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個Blender裡面 用來做影像合成 就像After Effects之類的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叫做Node Editor 是以Node Editor為主的 在這個功能表上面是Compositing 在使用Compositing的時候 我們要一開始先用一個Use Node 這樣它會把目前的場景畫面先建立進來 這個是Compositing 這個是組合的結果 當我按下F12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合成的結果 先放在下面這裡 OK 把它抬上來一點 讓大家看到 組合的結果 好 但是這個Node Editor其實是一個很強 但是很少人特別介紹的東西 那我們把它先建幾個東西出來看看 首先我加入一個影像的節點 那在這邊我們按G就可以移動 那我開影像節點 這邊已經是先放好的幾張圖 好 那我把這個Green Screen給開進來 好 把Background Image和Green Screen 兩個都能開進來 喔 錯了 因為我只交一個節點 所以應該是開一個 好 那先開這個好了 好 那這時候呢 我把它的輸出 輸出影像呢 也 呃 跟 跟NodeEdit 合起來 這時候我用一個 Mix節點 Color Mix 混合 混合的節點 好 那當我加進這個Mix節點的時候 我把這個放進來 你會看到 哇 這個 奇怪的效果出現 如果我是這種組合 以這個為第一個 這個為第二個 那 我按一下F12 欸 它會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如果 我倒過來也可以 這樣 第一個組合 按下F12 還是一樣 呈現類似的畫面 那只是前後順序不同 那我再加一張 影像節點進來 這個NodeEdit 在 合成的時候 其實是有很大用途的 那 它可以說就是Blender裡面的 After Effects 那我再開一個 一個很漂亮的風景圖 那讓我把這個風景圖加進來之後呢 我把它拿來跟 剛剛的這個 Cube做合成 那你可以調這一個混合的強度 比如說0.3 那這樣子 那個Cube的部分會很少 然後背景會很多 如果0.9 那Cube的部分會很多 背景會很少 那 甚至你當然還是可以更進一步的 再加個Mix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把 三個東西混在一起 那三個東西混在一起 等一下 這邊 把這個 跟它混在一起 這樣混在一起的結果 再把它跟它再混在一起 好 那當然這樣子 我們其實看不太清楚 它到底是在幹嘛呢 因為 混得 混得太多了 嗯 錯了 這裡是 應該是 Image 應該是 OK 三個東西確實混在一起 好 這邊0.5 我們通通都0.5 好 這樣子 三個東西就混在一起 那這就是NodeEdit 的用途 好